2020年9月25日 在澳洲山蘭威爾斯多了4217 在維多利亞省多了13個 去到20118 全澳洲現在剛剛有27000個確診 整數27000 死亡方面維省多了8個去到781 澳洲總共的死亡數字現在是869 上次想提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一季的流行性感冒 我們知道現在剛剛進入春天 流行性感冒通常就是秋天和冬天 我們剛剛在秋天和冬天就遇上新冠肺炎 所以到底我們這裡的流感在這段時間多了少了 答案比平時少了很多 原因是因為我們要做社區隔離 因為社區隔離所以流感也無法在我們之間 因此我們今季的流感數字比往季低了非常之多 大約少了50%以上 那麼實際數字呢 稍後找到之後再跟大家報告